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故事下方 礼物赞赏一下 一路上我都在拼命思考 但是始终想不同 明珠在我爷爷身边 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唯一能肯定的是 他对我没有恶意 还有 他既然那么有信心 判断青阳村的真假 可见 他绝不是一个律师这么简单 我真怀疑 他是一个土夫子 但明珠是好是坏 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我现在是骑虎难下 就是死 也要把青阳村搞到手 回到铺子之后 我泡了一杯茶 让自己稍微平静一下 然后拿起那些资料 仔细看起来 我爷爷画的青阳村 虽然只是用铅笔勾勒的 但是乍一看上去 那种表达感还是十分立体 哪怕是一个门外汉 都知道这东西价值连城 我浏览起那些资料 但翻来覆去 并没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这时候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巨大的拍门声 把我吓了一大跳 透过门缝看到 是胖子拖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站在门口 效率可以啊胖子 我赶紧拉开门 最近有些神经敏感 老是觉得放高利贷的会杀上门来 废话 这种大事 没我胖也阵着怎么能成啊 而且潘家园也不好混了 只能捣过一点假货 卖给外国老 待着也是浪费时间 胖子乒乒乓乓的 突然那个行李箱就走了进来 赶紧收拾好 跟我出趟门 我总觉得 我爷爷的老房子里会有线索 我吩咐完之后 和胖子在周围随便吃了一碗面条 就打车到了郊外 爷爷在郊外有一栋老房子 他发疯之后 每天就躲在那老房子里面 喝酒和画画 附近还有一个鬼气森森的墓地 说实话 如果不是有胖子陪着 我一个人晚上是绝对不敢来的 在附近位置停了车 司机打死也不肯再往前开了 因为前面就是那块墓地 那地方发生过不少抢劫的事情 我说师傅 你他娘子在墓地把我们放下来 等一下我们撞见什么不赶紧的东西 你赔得起吗 今儿个 你要是不开车 胖爷我批了你 胖子见司机要赶人 顿时就火大了 师傅 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你让我们怎么过去啊 这样吧 你把我们送到墓地地 待会儿我们办完事还坐你的车 多加二十块钱 我赶紧在一旁唱个红脸 司机脸色有些犹豫 不过还是答应了 呃成 不啊 可别耽搁太久了 毕竟现在回头不可能带到客 还得倒贴油钱 一路开过去 路过那片墓地的时候 胖子说 叮当你也真会挑地方 这鬼地方 我在车上都看得发毛 人怎么住得下去啊 我说 胖子 你别废话 有些人的生活 你懂个史 这叫回归乡村 五分钟之后 我们终于到了爷爷的老房子了 那是一栋三层高的砖头屋 外面爬满了爬山户 大门的地方 还有一张大封条 因为我爷爷的遗产 现在算是一个冻结状态 所以这屋子 已经给法院封起来了 地势司机一脸狐一地看着我 我拿出钥匙 在他面前晃了晃就说 这是我爷爷的房子 我过来拿点东西 说完我就打开了门 胖子从包里拿出应急灯打开 这才跟进去 地势司机在门口大声地喊道 喂 你们两个快点啊 一进屋 我们就被一股浓烈的灰尘味道 给呛得逼过气去 胖子说 听到 你这没良心的孙子 没事不过来打扫打扫 说明哪天你爷爷回魂 要睡个觉什么的 这乱糟糟的 怎么睡啊 赶紧给老子干正事 这屋子可不小 快找找看 有什么线索 我听得火冒三丈 胖子在盘家园历练两年 我以为人会沉稳许多 没想到 还是这么不靠谱 我从三楼开始搜 你从一楼开始 等一下 我们二楼集合 胖子从包里拿出另外一个应急灯 递给我 我拿着应急灯 开始搜索起来 客厅 卫生间 厕所 仓库这些 是一遍一遍地过 这里家具 在我爷爷去世之后 就已经被拉走卖掉了 所以偌大的屋子 显得空荡荡的 有什么东西的话 我绝对能够一眼就看出来 我找遍了一楼 屋子里除了灰尘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东西 突然间 我听到胖子叫了一声 那声音在安静的屋里 尤为刺耳 我吓了一跳 赶紧提着灯 光光光地冲上三楼 一看就胖子 撅着个屁股蹲在地上 我踢了一下胖子屁股 就说 他娘的什么情况啊 胖子脸色有些发白 哆哆嗦嗦地 指着一个角落 我连忙把灯照过去 那场景立马 让我头皮都炸了 在三楼的角落里 整整齐齐摆放着 一个一个的死人牌位 中间还隔着一个 六七寸的阎王像 那场景给人一种 说不出的诡异 而且这会儿我才发现 地上有一层厚厚的指挥 好像是祭拜的时候 伤元宝留下的 我强装镇定 不就是几个牌位吗 有什么好怕的 赶紧看看 有没有什么发现 雷叮当啊 不是 你这爷爷 究竟什么人啊 不过是神经病吧 你感觉这牌位上面 全都写着一个日期 连姓名都没有 这三五十个牌位 放在这里 就是观音菩萨来了 也得给殷旗吓跑了 我们赶紧走吧 这栋屋子 压根就是一座公墓 肯定没别的东西 胖子哆哆嗦嗦地说着 我连忙说别急 我拿起一个牌位 吹了一下上面的自己 1980年4月1号足 胖子问道 这个日子 不会是你爷爷 当年去抖抖的时候吧 不对啊 日期不对 奇怪了 我爷爷好像没跟我说过 这个日期的事情 他在上蔡县到李斯牧 应该是1960年那会儿啊 我皱着眉头 觉得十分怪异 整个三楼都是密封的 连一扇窗户都没有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 浓郁的纸灰的气息 在里面待着鼻子难受 我见实在没什么东西 就和胖子下到二楼 等到了二楼 我和胖子发现 还有更让人发毛的东西 整个二楼堆满了花圈 纸扎的头男头女元宝 还有招魂翻以来的东西 胖子颤抖着声音说 等等啊 你爷爷 是专门做死人生意的吧 怎么堆了这么多鬼东西 这屋子还能住人吗 我心头也是有些发虚 不过还是强撑着一口气出 看您找线索 这些东西说不定是故意 扰乱我们视线的 我和胖子把二楼翻了个底朝天 但是依旧没有什么发现 我不死心地把那些花圈 元宝什么的都撕开 仔细检查了一遍 还是没有任何 有关李斯牧的线索 胖子累得够呛 一屁股坐在地上 就说 完了丁道 俩人赶紧跑路吧 就你爷爷留下这张破图 我们上哪找那个大斗去啊 我有些心烦意乱 随后点了一个烟 抽大几口 然后仔细回忆起来 我爷爷过古西那会儿 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没有待在家里 一直到他生活 没有办法自理 才搬到市里 跟我一起住的 这个屋子 是他唯一可能留下线索的地方 如果他真的想要 李家子孙找到青阳尊的话 哎呀我操 腾子老子了 这二楼楼顶怎么这么低啊 身后胖子传出惨叫声 把我思绪一向拉了回来 胖子的话 让我突然抓住了什么 我冲着胖子大喊 胖子快上三楼 这屋子他娘的肯定有夹层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和胖子忙活了 差不多三个小时 终于在三楼地板上 找到一个隐秘的夹层 在那个狭小夹层里 我摸出了一口 黑色的小箱子 我强行压抑住 内心的激动 把手放在箱子的锁扣上 就要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我当摸